罗通堡建于750年前,是德国历史悠久的古城 它位于巴伐利亚州弗安庚地区的高原上 罗通堡整个古城有一圈完整的城墙和塔楼包围着 你看,如此坚固的城门和雄伟的城墙 诸可建中世纪时期罗通堡的辉煌 形容也可以通过木桥进入古城区 行走在古老的木桥上 有种穿越时空前往一个未知的中世纪的感觉 同时又充满着好奇 坚固的石墙,矮小的窗户在清晰的脚步身中显得那么神秘 满眼斑驳的墙壁和高耸的塔楼 它们处处都在提示着人们后面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城门后面的景象 然后我们来到了里城门交近的一个塔楼 与塔楼相连的是古城墙 整个城墙长约3.5公里 城墙上有通道可供游客行走 城墙还配有屋顶 我们第一次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小戏台 再从另外一侧看一下城墙和戏台的盖帽 罗通堡不仅是旅游城市 也有很多居民居住在此 这里就是有名的市集广场 应该算是整个古城的中心 夏天的时候这里人多的几乎没有插角的地方 罗通堡有很多木金屋 木框架支撑着整个房屋 木柱上刷有不同的颜色 红色使用胶多 漂亮啊 这所古老的房屋是与16世纪职业步兵 或者说雇佣兵有关的 从房屋的外貌足可见该城市历史之悠久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所房屋绝对算得上是罗通堡最佳景色之一 夏天阳光灿烂 房花盛开的时候 它真的宛容处理在童话世界里 处处细节呢 也显示着该房屋维护得非常好 但是我想 这所房屋的主人 怕是不喜欢这么多游人观看他们的生活 你看铁栏杆都用上了 有游客栈就有客栈 透过拱形窗户能看到客栈里的一角 商店橱窗里展示着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塑 有可爱的刺猬 大耳朵的兔子 还有形态各异的猫咪 还有扯门的光星人 架架构不菲哦 还有非常漂亮的菩萨百事件 春天即将来临 你看靴子里的多肉 长得多茂盛 还有蛋糕上的郁金香 那么鲜艳,很有创意哦 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屋 但几个绿色的盆栽立刻让它充满了生机 古城中有很多房屋在墙角下种了爬藤类植物 这棵应该有好些年头了 这么粗壮,有一层楼那么高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葡萄藤 每个枝条都已经冒出嫩芽了 好了,古城一日游就结束了,再见